说接上回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短命的百日维新 那倒计时最后七天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历史的真相和我们已有的认知会不会出现反转呢 各位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最后七天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变法第96天 即1898年9月14号 这一天呢 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的焦虑 各位您看看 在房间里边来回踱步啊 干嘛呢 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让他不满意 他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 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 不仅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是招致了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 康有为的心里边开始酝酿着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 他想干嘛 他想兵为颐和园 软禁慈禧太后 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 胆够大吧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杀戏腾腾的计划 是不是仿佛有点不太认识康有为康大哥呢 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 那他是有前科的呀 康有为曾说 只要有皇帝的支持 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 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 我们的改革 那就成功了 这番话一传出 各位您想象一下 满朝一二品大臣们 那个个人人自危啊 原本支持变法的 也开始变得犹豫起来 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 被杀鸡敬猴的倒霉鬼不是 不得不说 康有为此时啊 是太书生 太天真 太幼稚 政治敏感度太低了 突央突森破 你说这还能干什么事呢 对不对 但是康有为 说实话 他除了这么说 还真敢这么做 在他心里边 这位关键的 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呢 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 前面呢 咱重点介绍过 思想开明啊 手握七千新建陆军 在天津等着呢 战斗力了得 而且就在眼面前 对吧 天津和北京很近嘛 赶到北京 大概也就一到两天 更重要的是 康有为和袁世凯这两人呢 在三年前 也就是1895年 还有过一段短暂 而美好的交集 当时袁世凯刚离开朝鲜 回北京之后 暂时不是没有分配工作吗 对不对 也正好是这个时候 康有为呢 正在筹备强学会的那段时间 强学会初见 处处需要用钱呢 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 袁世凯挺慷慨啊 挺够意思 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 还主动加入了强学会 发动其他朋友 一起来捐款 尽心尽力的 为强学会呢 跑钱跑后 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啊 不过 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 但搞笑的是 被康有为给拒绝了 因为在康有为看来 李鸿章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卖国贼的钱 我先赃 保药 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呢 还是不错的 人生恰如初见 1898年9月11号 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 应该召见袁世凯进京 把袁世凯招为启用 光绪皇帝听了之后 也很同意啊 并且立刻召见袁世凯进京 这两个人很积极 也很理想主义 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 袁世凯确实是违心派 但是他和康有为这种 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啊 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 这种理念上的差别 也注定了变法的结果 好 这是变法的第96天 接下来 各位我们一起进入变法第97天 即1898年9月15号 这一天 袁世凯呢 也确实来到北京 下榻法华寺 等待光绪皇帝的召见 这一时的北京 已经是谣言四起了 有传言呢 说慈禧和荣禄 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 也有传言呢 说康有为梁启超 再搞小动作 袁世凯对当时北京的形势自然 也有自己的判断啊 他的政治敏感度 那肯定要高很多嘛 对不对 不过他现在 还是相对轻松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光绪让他来北京 到底是喝茶呀 还是聊天啊 还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这是袁世凯此时的状态 和袁世凯的状态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另一个主角 光绪 光绪皇帝这会儿 是彻底不淡定了 因为他这段时间 改革动作实在太大啊 先是几天前 一下子任命了 杨锐 灵绪 谭四同 刘光帝 四位为军机张经 也就是军机大臣的助理 参与新政 随后呢 又调袁世凯到北京 触动了顽固派 敏感的神经啊 顽固派的领袖们 在慈禧面前告了一桩啊 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 狠狠的训了一顿 慈禧警告光绪啊 如果再跟康有为 梁启超这些人 搞激烈的改革 那么你的皇位将不保 我给你撸了 接下来 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 写了一道旨意 秘密的交给了 军机张金 杨锐 让他把这意思呢 传达给康有为等人 希望这改革的事 能够缓和一下啊 让改革慢慢的推进 但是光绪皇帝 怎么着也没想到 各位换一下重点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份密诏 后来经过康有为 精心的篡改 直接就导致 戊戌政变的发生 关于这个类似于 汉县帝一代诏的密诏内容 一直有多个版本 康有为的版本呢 是这样的 朕屡次即见 太后更怒 今朕位己不可保 如康有为 杨锐 灵旭 潘四同 刘光帝等 可与朱同志 妥素密仇 设法相救 朕十分胶着 不胜期望之志 特遇 这番话意思明摆着吗 要老康同志 你们赶紧的 起兵秦王啊 但是 这是光绪皇帝的原话吗 各位 其实光绪的密诏 原件呢 自偷运出宫之后 就一直踪迹渺然 直到十年之后 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 杨锐之子 才把原件交还给了督察院 密诏的原文呢 从此真相大白 密诏内容特别长 简单来讲呢 就是这么一段意思 光绪皇帝 把慈禧威胁他的事 大概讲了一遍 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 那么他的皇位将就不保了 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康有为 你呀 不 你呀 先到上海去避一避 各位 事实证明 康有为的那个 光绪皇帝的密诏版本 肯定是伪造的 不管此后的几十年当中 康有为如何的为自己辩护 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 什么辩白 都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要多说一句啊 为什么后来慈禧 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康有为梁启超 携手创作了 康纪戊须变法史 又经过海内外多年反复的炒作 大大的败坏了慈禧的人设和形象 那你想 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 好 变法呢 进入第98天 即1898年9月16号 这一天 各位 天还没亮呢 袁世凯就已经来到了皇宫门前 等待皇帝召见了 为朝廷工作多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 和接见康有为的时间不同 接见袁世凯的时间并不长 接见的内容呢 也就是皇帝给袁世凯升了官 从直立岸查史 升到了后部公部侍郎 连升两级 地方官一下子秒变金官 官阶呢 也从正三品升至了正二品 这事儿那得让康有为多么羡慕 对吧 那其实连升两级的荣耀 却让顽固派非常非常的敏感 顽固派意识到 袁世凯的到来可能没那么简单呢 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 皇帝想先下手为强了 毕竟袁世凯手里边有新军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在顽固派看来 他们必须得做出相应的反应了 此时 顽固派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些人呢 未雨绸缪 开始进行着有目的的军事安排 他们安排了 聂世成 董福祥 两员大将 堵住了袁世凯 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 再说 袁世凯呢 本来升官 那得是开心的事 对不对 但是此时的袁世凯 似乎也嗅到了一些不好的味道 直觉告诉他 京城的局势很危险 他在宾馆里 度过了极其不安的一天 好 接下来变法进入第九十九天 即1898年9月17号 这一天 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 这一次见面呢 算是说点实际内容了 光绪皇帝说 袁世凯 小袁同志 你可以的和直立总督 荣禄 各办各事吗 袁世凯谁啊 相比较其他人 他的政治智慧还是有的 马上领悟到光绪的意思 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融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 此时的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 但是对光绪的言外之意却开始有点犹豫 但嘴巴上呢 还是毕恭毕敬的说 微臣存旨 旭哥 您说咋的就咋的 然后唯唯而退 接下来进入变法第100天 即1898年9月18号 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照的复制版 这是杨瑞秘密的通过人的辗转带给他的 康有为看到光绪的密照 很显然非常失望 这份密照意味着他的违缘截后计划 那就是谋反啊 对 他曾经计划带人把颐和园给围了 把慈禧给控制住 此时 面对大boss光绪的真实意图 康有为呢 有点不甘心 那不想呢 就这么算了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 他不再年轻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等待了 他经不起失败啊 一定要让变法成功 康有为这时已经失控了 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照 他要让违缘截后计划 正大光明 各位 他的一面之间的冲动 彻底结束了变法的历史 之后呢 康有为找到谭思彤 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 当然了 他也知道 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保险 所以呢 还留了一手啊 早就找了一个叫 毕永年的陆陵好汉 要这位好汉呢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带人进颐和园 捉拿慈禧 毕永年 这多说一句 湖南长沙人 中国近代爱国人士 后来呢 跟随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 牺牲的时候 三十三岁 再说这天晚上 大概七点左右吧 御使杨崇一 在庆亲王 一匡的带领下 来到了义和园 他向慈禧 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 代表顽固派 请求撤销 务须新政 他说呢 康有为这帮乱党 现在把大清朝 搞得乌烟瘴气的 别看他们 现在只是顾着 整我们这些老臣 一旦修理完我们之后 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呀 大家伙都觉得 他们是在威胁 大清的根本 作为告密者 杨崇一 此时呢 走上了历史漩涡当中的中心 再说此时的慈禧 其实呢 并不是特别关心 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 对他来讲 权力 那才是关键的 他要永远的掌握统治天下 他喜欢现在的一切 权力 操控 斗争 谁影响他掌控权力 他不会让谁好过呢 很可惜啊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 其变动的背后 就意味着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会受到影响 任何一个新的政策 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呢 往往也会伤害到 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 任何改革的进程 都会受到重重阻力 即使是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面临着 诸多改革的硬骨头 所以 改革永远在路上 一如 反腐 永远在路上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无论是 古时的商鞅变法 王安时变法 或者是今天咱们聊的 戊戌变法 甚至咱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 其实都不例外 此时 维新派的改革步伐 又太大 太急 各位 步子大了 你不怕扯着吗 对不对 那些既的利者 当然要拼死反对了 在变法过程中 反对新政最厉害的 莫过于那些 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 对于这些 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 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 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 一旦进行改革 不是 这就等于 他们失去了 已有的一切 你想 这谁还能坐得住呢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 慈禧太后 正是靠驾驭这些人 来统治天下的 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他的权杖 也就失去了支撑 显然 非要从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 做出一个选择的话 前者 更有利于他的统治稳定 所以呢 慈禧答应了杨崇一 并且下令明天 从颐和园回宫 得了 咱收拾他们去 晚上九点左右啊 谭思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 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 搁这儿住着呢 让袁世凯啊 举兵秦王 杀荣禄 软禁慈禧 而至于 袁世凯会给谭思同一个怎样的回答 各位 已经永远是一个谜了 而接下来 变法呢 进入最后的三天 那么 最后这三天里边 又发生了怎样激烈的故事呢 更多疑问 咱们下回接着聊 也欢迎各位 在听故事的同时 随时的点赞 留言 互动 分享 说一说您的看法 订阅咱们的节目 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再次感谢各位的捧场 如果您喜欢历史的话 还可以在喜马拉雅平台 搜索 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人物 从轩辕皇帝到孙中山 由我演播的故事 正在持续更新 各位 咱们下回接着聊 最后三天 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 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喜马拉雅出品